命力是你的 你一定会得到 命力没有 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得不到 那你活不苦走 不值得吗 那财怎么发的 你命力都有 无论你做什么事你都发财 命力没有 你想尽什么方法你都发不了财 你拿着枪去抢人 你也发不了财 你刚刚抢到就被警察抓去了 不是你的吗 你胡逼呢 底下说 若无如是微妙法门 凡夫何能度此生死夜孩 而等彼岸 在这个末法王后九千年 出这个法门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法门 能成就的 为什么呢 每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 你见死烦恼能断吗 不说别的 私货不算 单单讲见货 你能断吗 见货断了 在小城才正出国 大臣 大臣 华严经上 粗性位的菩萨 换一句话说 你才入门 见货是什么 细说 霸是霸品 六说 佛把它归纳为五大律 第一个是神界 第二个是边界 第三个是剑曲界 第四个戒曲界 第五个邪界 这五大律 你能不能把它断掉 真正断掉了 金刚经上 那个四句话 你就做到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刚刚做到 我摸摸摸摸 我自己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啊 真难啊 无时界以来 就执着这个身生活 现在佛告诉你 身不胜 你不必为身去操心 为身操心就造你 身不是我 身是什么 身是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衣服是我所有的 身体是我所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 不散不灭 我是永远不会死的 身体又生灭 像衣服一样 衣服穿坏了 换一件 我们这个身体 用了几十年 不好使了 换一个 很自在啊 很欢喜啊 换个新衣服啊 可是换衣服的时候 那的 与你的业力有关系 你一生 行善 行善 越换越好 如果你心不 心行不善 那越换越差了 这一身是个人的 是这个身呢 来身换成出身身了 换成恶鬼身了 越换越差 可是不管换的那个 是什么身 身都不是自己 这个事情要懂啊 那么一般是世俗 艳余家 什么是自己 灵魂是自己 灵魂没有生死 他会到六道里头去找身体 去找一个身体 找个身体 也不是随自己的意思 随自己的意思 怎么都找天生 多好啊 那就想天父啊 找身体是受 业力的支配 还是一切发 从心向上 你的心要善 那你找到的全是善的 你心不善的 那你所找的都不善 由此可知 这善心善念都重要 今天我们外面的环境 都是引诱我们 其贪嗔痴慢 贪嗔痴慢是最不好的一年 如果真正懂得英国报应 你就能够克制自己 英国理论里面讲 一银一桌 莫非前定 命力是你的 你一定会得到 命力没有 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得不到 那你活不苦走 不值得吗 那财怎么发的 你命里都有 无论你做什么生意都发财 命里没有啊 你想尽什么方法 你都发不了财 你拿着枪去抢人 你也发不了财 你刚刚抢到就被警察抓住了 这不是你的吧 你活不苦呢 不善手段做来的 还是你自己命里有的 你命里没有的时候 什么手段 你都得不到 所以我们想想 日本人侵略中国 想占领中国 他没有这个福报啊 中国不是他的 打了八年投降了 不是的嘛 那满清战务政府在关外 他到中国来同志 两百六十年 那他就有这个命吧 这块土地是他的吧 不是他的 用战争 用战灵都不行 真的是 一银一卓 莫非签订啊 用战争的手段 夺得来的 还是自己命里有的 但是战争的手段 是非常不好的手段 你杀了多少人 伤害了多少人民的财产 这是极大的我啊 都有报应 你的父想完之后 你都要报我 那皇上不好当啊 到亡了过之后 这些皇上都要去还债 都要去偿命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 所以人真正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 那个妄念 通通熄掉了 什么好呢 还是念佛好 还是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舌发界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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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